Tensia 刚去美国的时候需要买车 所以长辈帮你买车 协助你去买车 对 他不是帮我买 他是帮我看车 然后呢 这位长辈呢 就是因为我老公家里面那边人嘛 他会想说反正你刚从台湾过来 你不知道这个美国要怎么样看车 那我们就陪同陪着你一起去 那当然我想说 既然是长辈都已经这么热情了 你当然也不要说不好嘛 我说好 他就跟着我 还有跟我老公就一起去看车 那第一次看车 因为我们 基本上是我要付钱的 所以我的预算 我只能买二手的车子 他说好 没问题 没问题 我们就看二手车 第一次看了这一车 车子呢 我喜欢 那我觉得反正 我对车其实我不是很了解 我只觉得这个行我喜欢 然后这个长辈看看就觉得说 好 不错 于是呢他就出面就帮我斡旋 跟那个业务讲说 好 我觉得这个价钱 大概是怎么样就够了 就是大概价钱是到哪里这样子 那业务呢就说 可是这样子的话 坦白讲这个价钱实在是 不够啦 就是我没得赚这样子 那我那时候心里就会觉得说 这个价钱 业务开的价钱 我已经很能够接受了 我真的很希望今天 可以把车开回家 结果呢我这个长辈呢 他就上演了一出 华丽的转身 他会认为说 在谈价前一定要学会 华丽的转身 这样子业务就会追出来 所以他就说好 那没关系 这样我就不买了 Let's go 然后把我们就拉走了 这个时候呢业务也没有要出来 留住他的意思 我那个心情整个就是很焦急 因为我会觉得 其实这车我真的喜欢嘛 那我觉得我也能够买 我就觉得有点懊恼这样子 那其实我会觉得 那没关系 不然就再看看好了 因为我这长辈就是安慰我说 没关系啦 反正这个价钱没有谈到 那个车其实也没有很好 我跟你讲 其实那个价格真的 那个长辈也接受 只是不好意思再转回去 因为他就喜欢上演 华丽的转身 你懂吗 他就要演到 于是我们又跑到第二个地方 就去看另外 就是另外的二手车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好 那个长辈就开始又告诉我 说这个性能怎么样 怎么样 那这台车我还记得 它是香槟金色的这个车子 我没有很喜欢坦白讲 那我觉得这位长辈 你说我不懂车我接受 我说可是这个颜色我不喜欢 他说我不懂颜色耶 他说你这颜色不懂啦 我跟你讲金色最耐脏 那我就有点委屈啊 我想说我今天是尊重长辈 尊重专业 我可以不懂车的性能 你不能告诉我说颜色 对 我连喜欢就是想要选自己喜欢颜色 难道都不行吗 好 那我想说算了算了 那既然他觉得这个车子二手的 他觉得OK 又开始谈价钱 好 价钱谈一谈呢 这个时候长辈也就是要 价钱要砍到建谷嘛 有一个最低价 业务就直接跟他讲说 那既然这样的话 先生就谢谢 请你到别的地方做生意 因为坦白讲 我相信应该这方圆百里 不会有一个我们这样子的价钱 好 那这个时候呢 长辈就觉得 华丽的转生 这个时候他 没有 他学乖了 他会觉得说 没关系我们就等一等 他到时候呢 他应该就会妥协了 这样子 反正anyway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七八月 非常的热 大家也都没有耐心 长辈开始卢嘛 如来如去呢 这台车 我有点觉得被迫接受的 我就要被 香槟金 香槟金喔 还是Mazda的香槟金 很大一台房车 我一个这么娇小的女生 我都觉得 我好像开了坦克车 在路上跑来跑去 你知道吗 好 就开回家了 那坦白讲 后来呢这个价钱 我真的跟我老公 后来去查 价钱其实并没有 弹得非常漂亮 我买贵了 那我想说 长辈你帮我弹 付钱的那个是我 也不是你 那我还付钱 买到一个香槟金 买贵了 又买贵了 对不对 好 这台车二手的 运车二手车 其实真的 它的一些性能你不熟悉 我是相信长辈的专业 他想说我会看 两年我跟你讲 Mazda那台车 它有一个 英文叫Transmission 好像是传输带 还是一个 传输轴 对Transmission 它怎样的发生 什么样的状况呢 开开开始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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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觉得很丢脸 那台车我跟讲 开了不到两年 我就只能被迫换车 所以我就只能说 有时候长辈就是 他们也是出于好意 可是他们真的不是最懂的 我就觉得 这样子又被强迫接受 其实心里蛮委屈 那面对这样的长辈 崔芬我们要怎么拒绝 因为我有时候会觉得 要拒绝这种热心型的长辈 有时候还蛮不容易 因为他们通常支配性还蛮高的 真的 因为热心的背后常常是过度摄入 所以有时候遇到这种 现在讲的不是我们的长辈 现在我们都已经变长辈了 真的 对不对 我常会觉得 我们要学习 过度摄入常常会用包装 就是非常热心 然后你遇到这种非常热心的长辈 先肯定他的用心 就说 谢谢你很想为我谈一谈 物美价廉又很好的 先肯定他 但是跟他讲说 但我刚刚看一看 我还是蛮喜欢 因为这种过度摄入的长辈 有些时候你要稍微 坚持己见一点点 因为你如果真的 就是完全由他来为你做决定的时候 对 那他因为其实并不了解你的喜好 或是什么 因为他就觉得 他用他自己的喜好 来推及及人 那我这样问好了 长辈要你买香槟精的 你怎么拒绝 我说 虽然这个香槟精还蛮好看的 但是我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人 我不会说这个不好看 我不会否定他 我会说对 你刚刚说他比较那张或什么 但是我是一个低调的人 我会把我的特质讲出来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比较喜欢 譬如说银灰 或者是我比较喜欢什么颜色 如果开在路上 我觉得像大家如果都看我 那我就会觉得 或者是说这个 放在那个车子停在那里 太显眼了 那其实我比较不喜欢被人家看见 我喜欢低调一点 所以我还是想买一个低调的颜色 我还是会讲出 我的想法跟感受 但我不会否定他 不会否定他说 香槟精不好 我觉得那颜色不好 哪有那一张 根本就不耐 那就否定他了 所以我不会用否定他 就我们尽可能不要用否定他的语言 但是我还是可以讲出 我的期望或感受 但我先肯定他说 哇你陪我 然后帮我这样每一台每一台台 那我真的觉得非常感谢你 然后但是我自己个人 我个人我个人 我比较喜欢低调的 我跟我们做两个长辈 就是说 应该是多问 如果晚辈就是 你跟他说 有需要我帮忙的吗 如果你要说不需要 那我们就说好 那你自己去处理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热心过度 造成人家困难